有民眾出來的製作是讓人一直在拖 這是高雄街的地下車 去年拜託一下這個製作公司說要頂重 不過十月中旬打算要完工 家裡面約會像一樣的一樣 進度連一半都不夠 他是要求要再去客戶 把村的一樣的一樣要退錢 有哪有請請消防官去挑戰五次 不過這件事只有出事一次 到最後這檔和這件事 打冠詩 第一半已經卡住 天不應該蒸火的地方空的 整間廚沒有水沒有電像港地一樣 電修寨為高雄交情的廚 去年六月圍徒中鋒公司中心中鋒 一百四十萬的港町款 照合約分三幾立 八月底之前已經立 超過九成 但港町率一直拖 一直到十月中 又好完工的日子進場 連第一期的進度都沒有完成 電修寨只好要求改度合約 中心找人想不到 我們到現場看 他就是他水電什麼 他一直換個盒子 鐵盒子 這樣子就是表示有施工 對 然後所以我們就會一直被騙 然後我媽就會一直依照合約去付錢 像香港法無港 出租要求鐵盒 完成部分的港町款 大約八十四萬 向消防町單位 三千五百條件 入者達出現一半 而且無共識 原本發起總統騎 最好 可以透過法律改革 日書表示 剛才像這樣 港町結婚 出租六千進場 應該比較適合對 入者能夠照同期四天 你現在到底做到什麼地方 那甚至每一個完成的平向 他都要必須做一個照相存證的動作 他確定到說 這個每一期的工程 他有如期的做完 他才應該支付那一期的工程款 律師提出 如果是因為入者 拖到港町 出租主可以要求現機完工 或是該度合約 還可以對上官的損害 要求賠償 也如果是遇到不好的入者 收錢之後都沒有要四天 出租主可以 該拿出相關的證據 對入者 拿到早期保障 特地的 款頁 記者談判 吳扣准 高雄報道 高雄報道